排鋼的進攻要輪到捕手張兆元 郭聚齡在前面三局 我們剛才提到局局被對方攻佔得點圈 但是都能夠不失分 現在蠻重要的就是他面對 這個半局的守衛打者想辦法先解決 要不然有點走在鋼索上的感覺 對 面對守衛打者都稍微有比較甜的進雷點 讓對方掌握 這個球聲音相當的清脆打在了右外野方向 不太妙啊 上到上層看台去了 這是一個右外野反方向的大號全壘打 張兆元棒打老東家 你看剛剛的這個擊球聲音真的是 如果是用炸裂來形容卻不為過 那個聲音真的很大聲 是 他個人的本季第一轟 而且現在右打者 這種打所謂的中右外野的這種 比較大號第二層看台的這種 全壘打的打者很少見 因為這其實要有力量之外 還要有相當好的延伸技巧 這事實上也是張兆元啊 在一軍生涯的第一支全壘打 這麼說清脆 那個聲音 過去2022年在統一師隊 打的場次不多啦 也沒出現任何的全壘打 當然對郭俊玲來說 好消息是剛才壘上堆了這麼多人 都沒被打全壘打 還好這支是陽春炮 好消息是剛才 Excel 好消息的 好消息 其實是剛才將來的 有一個個聲音 記憶體